《马斗福音》 《马斗福音》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马斗福音》的第十六章 我们正在所谓的长年期 大家都晓得 按天文教的礼仪年度有复活期 复活期之前有苦难期 苦难期好像人生活在低潮 在旷野当中 在自己的困难 痛苦 绝望当中 然后跟耶稣一起背十架 苦难期进入复活的生命 天主教的信仰的礼仪 我们也常常知道的是圣诞节 圣诞节之前有将临起 准备耶稣的诞生 我们都渴望在自己生命当中 有个重生的机会了 所谓的重生并不是身体的重生 是你真正的精神生命 灵魂的生命 在天主内成为天主的子女 这个有很大的差别 你有这样子的 今天是长年期的第十八周了 长年期就比较叫我们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每天都讲 你早上起床 刷牙漱口 吃早饭 天天去上班 非常日常 非常例行的 人有精彩的一面 人有非常所谓的事业 有成就辉煌腾达的一面 所谓灿烂的一面 精彩灿烂 华丽的一面 可是人也有日常生活的一面 也有低潮的一面 人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长年期十八周 长年期那么多星期 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惊艳天主者跟我们在一起 这边是门徒们被 七十二个门徒被耶稣派出去传教 传教回来的时候 这门徒们身上发生了一个问题 他别人都问我 你老师是谁 前面我们也讲过 你的老师带你 那个老师好不好 那个老师是谁 那今天就问门徒们说 你们说 人跟人之间也是这种经验 你跟人交往久了 尤其夫妻的爱 亲密的爱情 那种感觉 开始从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到知道他的名字 后来被他身上 某些人格的魅力所吸引 然后跟他交朋友 喜欢他 爱他 跟随他 甚至结婚了 可是结婚几十年以后 回头看一看 孩子也那么大了 我在你眼中到底是谁啊 我是不是你当初最爱的那个人啊 你还不是愿意爱我 人生是有过程 是有变化吗 这边就是门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突然别人问他 你们的老师是谁啊 对啊 我们跟了老师三年了 我们知道他是谁啊 所以耶稣自己身份的认定 这边说 有的人说是习者若翰啊 有的人说是厄利亚 古今里面的先知啊 古今里面的那个有名的人啊 耶勒米亚 先知啊 他说你们到底在 我在你们的眼中是谁啊 耶稣这句话常常在我们自己认识的生活中间来问我们啊 每位基督徒 包括我这个神父在内啊 我在你眼中我是谁啊 那个西满伯多的回答那么美啊 而且是就很清楚 你们说我是谁 西满伯多 中途之长嘛 我们讲第一任教宗 他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 一下子把耶稣基督的身份给我们宣讲 永生之子墨西亚 墨西亚就是旧约所有以色列人期待的旧世主了 这个这段圣经开始以后啊 引导所有的门徒们进到耶稣的天国里面了 墨西亚的时代开始了 然后耶稣怎么赞美他 说你是磐石 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教会两千多年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所谓的教会是什么 是信仰耶稣基督的那个团体 这个团体当中 阴间的势力绝对不能胜过 而且天国的钥匙交给了他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 教会是讲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圣事 你透过天主教的教会 你经验到天主的救恩 经验到天主的永恒的生命 经验到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束缚 被释放 包括你有罪啊 你有错啊 你有所有的挫折能够提升 能够超越 最重要的是你心灵 连死亡也不害怕 得到一个很深的释放 所以教会给所有的人都会释放 可是今天福音尾巴留一段很美的 这应该是玛窦福音中间 有三次耶稣预言他要受苦受难 这个是门徒们不了解的 门徒们说 你不允许啊 我们的师父啊 我们的师父怎么会受苦受难嘛 你明明是很辉煌啊 因为那么多人跟随你 你驱魔啊 治病啊 什么都很好啊 怎么这样 耶稣说 哎 你离开吧 你根本不懂 耶稣基督的道路 是要经过苦难才进入复活 撒旦离开我吧 因为你懂的还只是人间的事情 在天主那也是很清楚 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讲父派见他 是经过苦难死亡 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 引导我们走向永生 所以墨西亚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现代的基督徒 整个的全世界的教会 一样的在这个教会的团体里面 彼此有爱的分享 爱的经验 有天主无限宽恕的经验 去传播这个爱的 永恒的生命的福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